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梦新翻第525集里边 胖虎家里突然出现了个小宝宝 操看的他为了照顾小宝宝 可是温柔坏了 某天 胖虎正在家里睡大觉 胖虎妈妈出门送火了 一阵孩子啼哭的声音把他吵醒了 然后发现家里突然有了个小宝宝 这是啥情况呢 胖虎一时没有头绪 不过既然孩子在这里也不能看着他哭 虽然平时对大熊小夫他们都用得要死了 甚至还经常把大熊揍哭 但是面对小孩子 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拥抱力让他停止哭泣 而是各种想办法让宝宝安静下来 各种方法试了之后都没啥用 最后胖虎本次出演 扮演了一把大猩猩 才终于把小宝宝逗笑了 停止了哭泣的小宝宝又想玩 于是胖虎把他带到二楼去愉快地玩耍 虽然小宝宝撕坏了他的漫画书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生气 原来这个书其实是他抢携的小夫的 大熊哆啦A梦 他们看着这种情况 也是哭笑不得 为啥平时这么操看 还喜欢欺负同学的胖虎 会对这样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小宝宝这样照顾呢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胖虎的妹妹 虽然胖虎这么粗鲁 但是对妹妹那是真的好 简直可以到溺爱的地步 平时胖虎妹妹有点啥需求的话 他一般都是有求必应的 还好胖虎妹妹本身心地比较善良 从来不提啥其他过分的要求 不然真不知道他这个哥哥会做出些啥事情来呢 故事的结尾 胖虎用自己的歌声让小宝宝镇定了下来 宝宝的妈妈也来接走了他 两个人挥手告别 这时候的胖虎看起来真的是挺铁汉柔情 不过 虽然对小宝宝这样好 但是胖虎平时对大熊他们下手的时候 是真的一点都不手软 冲着点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不仗义呢 不知道你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